爱情公寓票房破三亿 天尾一行自量 网友,毕倒我们错了 GIF近期上映的爱情公寓大电影 首日票房就已经突破三亿大关 黄博的一出好戏 不过才1.5个亿 巨齿沙不过才爱情公寓三分之一的票房 票房上矿空前的形势大好 肯定很多朋友都预料到了 随着电影的火爆上映 所有与爱情公寓四字 挂钩的演员和相关人员都上了微博热搜 还包括缺席这部电影的王传君和金世佳 但这部电影的争议程度和他的票房有得一篇 我们所熟知的爱情公寓 就是那个在四四方方的公寓里面 每天都在上演的搞笑中带着温馨的闹剧 承然可以解释为这部爱情公寓大电影 脑洞大开 异次元冒险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偏离主线太远了 完全就是另外的故事 套了个所谓的爱情公寓的马甲 这样明晃晃的打着爱情公寓招牌的电影 实在是吃相难看 加上微博语问里 那些早就流传完了的黑幕 该剧本来立案的名字叫新次元冒险家 后来为了蹭爱辟热度 所以改名爱情公寓进行一个强行嵌讨 我相信电影本身质量 不至于接近必至非导演的竹梦演一圈 的底线2.1分 但是就是爱情公寓 四个字 让太多走进电影院的朋友 感觉自己被耍了 高高兴兴走进电影院看爱情公寓 没想到来到了爱情公寓 如果这部剧仍叫新次元冒险家 票房也许不会很好看 但最起码它烂也烂得有尊严些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几乎全网讨伐 硝烟四起 但是对于片方来说 圈一波粉丝的情怀 收割一波韭菜 前到手才是最重要 也是他们最关心的吧 即使对爱情公寓 这个十年情怀的老爱屁 也可以为了一己私欲 资本毫不犹豫地践踏利用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在座的诸位不是心知肚明吗 爱情公寓的目前是 骂声语超房齐飞 这不偏怎烂到家了 恶心西炸的风平四起 在网上成了一种舆论绑架 好想你不跟着骂就是错的 这当然也是这部电影名称惹的祸 这是它撇不开绕不过去的一个看 观众花钱上当 怎么骂也不过分 我们很难将电影本身 和电影名称割裂来看 就好像一篇文章 牛头不对马嘴 你文采再好 也是跑题的零分作文 这里必须夸一夸必至非必到 人家拍的竹梦演艺圈是烂 但人家好歹是自己 琢磨用心的原创作品 不尽如人意识能力问题 毕倒的态度 就他自己本人看到竹梦演艺圈 评分成影史第一后一连猛圈的反应 我知道他起码是用了心的 态度热烈比做得不好 不是更应该痛批吗 而毕倒本人一直疑惑不解 自己的心血 为什么评分如此惊吓 也在知乎上关注了 你怎么评价爱情公寓这部电影 这个话题 想从这个记自己的心血作品之后 影史第二的晚辈身上看看为什么 很多网友就先前黑毕倒一试 表示道歉 并表示力挺毕倒 要重新打分 让竹梦演艺圈摆脱第一的位置 爱情公寓电影的片尾金小了一个大秘密 爱情公寓五即将与大家见面 挨压大哥 这真心情是个惊喜啊 电影看下来等到最后 看到影评飘过的这一行小字 不得不说片方的这波操作 是真的风骚 都可以挠捕到他们的那张嘴里 这样大家就闭嘴 别骂了吧 安心等着爱武播出 感谢老铁们贡献的电影票前 我们会继续用心制作爱情公寓678910那哦 全片最大惊喜